坐在捐血车上 玩起袖子大方捐血 大同区长林聪明 在得知智慎里 每个月11号都会举办捐血活动 立刻前来响应 平日就有捐血习惯的他 已经累计了71次的捐血记录 认为捐血除了有益自己的健康 也可以帮助他人 捐血一大就了一命 那种比较官化的说法以外 因为我觉得捐血 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因为我来大同区八月份来的 那我觉得我们那个 智慎里的里长王里长 非常有爱心 他在这边办捐血活动 已经办了14年 那觉得我也要来响应他 所以我就今天特地 来跑来这边捐血 举办这项活动的 智慎里里长王清彪 因为与同纪会 共同捐款赞助购买捐血车后 为了让民众养成固定捐血的好习惯 上任后连续14年 不管刮风下雨 只要不是台风天 都一定会在大龙街与固轮街口 举办捐血活动 方便 非常方便 而且固定下来大家都知道 也不用做宣传 大家都知道每个月11号 这个地方有捐血车会来 所以大家就会来这边捐血 大家都蛮踊跃的 因为我是社团 同纪会社团 新庄同纪会 这个会长做好 下来做这个 可以选里长 里长选条来做这个 他最拐的活动 他已经拐十四年了 每个月的捐血活动 里长也会号召领长前来帮忙 并且自掏腰包 准备便当给志工 以及捐血车上的工作人员 里长也欢迎附近的民众 共同响应捐血一代 救人一命的公益活动 捐血一代 救人一命 自身捐血活动 赞 黄金标一等赞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